有某一部分的人民还会被洗脑还没有洗 所以这个是应该要关注的课题 西齐嚷嚷度过了14天的竞选期 五国首次出现悬池政府 这意味着没有任何一个政党或者政治联盟 能以111席的简单多数席入主不成 对于这个大选结果 民众满意吗 满意度又有多少呢 让我们来听听民众的声音 GRS GPS那边 因为他们有足够的议席去谈判 GPS会跟巴克丹 所以他们可能会联合在一起 因为他们会记得希望联盟 你对现在的成绩是满意还是不满意的 有一点点的失望 比我想象中的比较低了一点 整体来说是满意的 不是说特别满意 但是我也是在我预期当中 只是没有想到反而有一个党就赢了很多 就是一党 是因为他们不是说支持PASS 因为他们只是不想支持乌统 所以他们只能做第二个党可以帮助马来选民的 是 阿姨一旦没有被翻盘 我认为华人应该要醒 华人应该要看到什么样的人 是真正可以代表我们的 有一些是比较意外的啦 比如说马治理 然后还有就是那个廖宗兰 没有想到凯里这样出没 或者是他们的支持者这样多他都会输 但反而是安娃的女儿 我是没有想到 那个保留好像整40年都没有翻过 就这个第一次就输了 等于你有去看数据的话 其实全部差别输都不多 对 就两三百两三百这样子 希望他们可以把我们国家理得好一点咯 对不对 不要有贪污咯 就是这样啦 我们希望是他们可以互相制衡吧 就是所有东西就是互相制衡 透明化是最重要的 我觉得无论哪一个党或者哪一个领袖 去当我们的政府 最重要的是以民为本 还有就是现在我们都知道 经济啊疫情啊 都是处于一个让大马人蛮焦虑的一个状态 所以作为比较年轻的选民 我们观望的就是这个重点 政治还是要悄然掀起 风起云涌 谁能入主不成 人尚未有定论 希望经过这次大选 马来西亚能越来越好